公司股价近一年都站在维加斯通道的上方 小麦短缺为GNC股价再次提供机会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GreenCorp Limited是一家澳大利亚农业综合企业 拥有跨越四大洲和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多元化义务 根据标普全球数据显示 乌克兰和俄罗斯占全球小麦出口份额的23% 此前由于新冠疫情 全球通胀等诸多因素影响 如今全球粮食价格已接近了10年来的高点 并且俄乌冲突爆发后导致的制裁 可能会阻碍这种商品的生产和工艺 小麦短缺为GNC股价提供机会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全球30%的小麦出口可能会中断 由于危险的环境和实施的制裁 中东和北非市场可能会转向澳大利亚 北约早些时候 GreenCorp股价在公司上调R2财年全年指引后股价上涨 说明全球对澳大利亚股物的高需求 有分析师预测 如果持续到7月 工区双方的小麦价格可能会上涨50%以上 当需求持续增加商品价格上涨 它可能有助于提高GNC的利润 从而提高其股价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